每个月至少一次的报窃和打抢案 叫雪兰儿巴凌龙的居民寝食南安 森美兰卢谷区前州议员欧阳兵勤就揭露 当地罪案猖獗 匪徒不是从天花板前进工厂 就是埋伏在路旁打劫上下班的外劳 虽然民众多次报案 不过依然是治安不尽 他就呼吁警方认真看待还业者和外劳 安居乐业的环境 雪州巴凌龙工业区一带的治安亮红灯 让当地50多间厂家的业者和职员人心惶惶 行动党实力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汉华的父亲 也是森美兰卢谷区前州议员欧阳丁青 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在短短三年里 当地每个月至少会发生一宗报窃案 他的食品工厂就发生两宗 损失数千令吉 邻近的厂家也有同样的遭遇 由于这些案件都是窃贼从天花板潜入 因此相信这些飞天贼是同一伙人 除了飞天贼外 当地还发生拦截路人打劫的罪案 目标都是走路上下班的外劳 上个月就在路口 就 他们就喊了 就看到一架车里面有五个 这个是可以说是印度人 他们也看到了 那么就在路口就block 你一过了他就 在前面block 后面block 在前面又block 然后拿着那个巴兰刀 就追我们的这些功能 每一次都是这样 厂家多次报案 但是至今毫无音讯 只是透露有发现两大党羽 不过因为没有证据 无法逮捕 欧阳丁钦将致函五级安曼警察总部 希望当局一网打劲 恢复治安 巴都空间邓税金 巴铃龙报道